免疫力是我们的长城 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 怎么维持我们的免疫力 大家在线的很多朋友都熟悉我经常说的话 提高免疫无外乎几点 第一个加强营养 高蛋白高维生素 这是免疫的物质基础 我们的免疫细胞抗体都是蛋白构成的 所以必须吸收足够的高蛋白 肉蛋奶 这都是高蛋白的事 还有充足的维生素 也是构成免疫系统的重要的因素 要新鲜的水果蔬菜 这就是充足的营养 第二个呢 适当的锻炼 一锻炼身体了 你的这个血液循环 淋巴循环就调动起来了 那么调动起来以后了 一循环 免疫细胞 免疫抗体就带向了全身 你的这个免疫功能就好了 第三个 充足的睡眠 你睡觉睡好了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免疫系统 有一个给它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来产生 制造免疫细胞 制造抗体 第四点 愉快的心情 心情好 植物神经 对免疫的调节就好 每天抑郁 很不开心 那免疫系统就会受压制 所以提高免疫力的四大法宝 充足的营养 适当的运动 好的睡眠 愉悦的心情 比什么都重要 好 劝 劝 劝